近期张亮颖因在中国新说唱公演时望词引起争议 8月27日张亮颖的非文男友陈秋实发文力挺张亮颖 并解释了张亮颖望词的原因 在文中疑似承认了两人的恋情 并透露了张亮颖生活中的很多细节 种种细节证明两人已经同居 随后张亮颖本人也发文回应了 说自己已经出道15年了 失误没有理由 但的确有遗憾 虽然道歉了 可网友们依旧不买账 认为这是专业歌手不该犯的低级错误 然而让人感到匪夷所思的是 这位名叫陈秋实的男子 还曾是张亮颖和前夫冯科婚礼的伴郎 在张亮颖和冯科离婚后 陈秋实很快就被媒体拍到和张亮颖亲密约会 甚至同住酒店 现在两人已经相恋并同居了 伴郎升级为男友 这样的关系还有点尴尬 不过要是两人真的相爱 那就祝福吧 喜欢就定乐呗